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也不用浪费这个功夫了 所以不如直接上层吧 那么我们来 主要来介绍一下这些变化吧 首先 留年市的话 这边交通拥抖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的话 现在跑一点好很多了 可以说已经是好很多了 但这边车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边挤了一条道 不过呢 这边整条隧道不像以前那么多 就不像这边全部补买 至少没有一堆车塞住 那这样的话还是要归功于 留年市这边开了三条地鞋 用的是这个M3车型 不过呢 就是因为之前嘛 就昨天直播 昨天直播的时候 就这些朋友一说 出了些小问题 所以的话 我这边就重新验证一下文件 基本上除了创意工坊和 对 反正创意工坊和原来自带的那些内容 都是变成了就是原来的 就一开始下载的时候配置 所以M3变成了内燃车 实际上是电力汽车 反正改倒不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我再花一点时间可以改 不过最大的问题呢 还是就是观众太少 这才是最大问题 然后留年市的话 这边公交我进行重新的配置了一下 然后地铁的话 如果各位有需求 自己改一改 也可以下到一下我的车档 然后来玩一玩 那我们主要的变化是 首先留年市这边开发的地铁 然后对地下一些道路也变成了一些改动 然后这边的铁路的话 我延续到了毛衣衣室 然后这边 对这边一看就是我重新造过的这个铁路 包括这条 包括这条 然后这边有两条 这条是苦苏拉到留年东站 然后这条是我本来打算拉成绩 成绩的话是接这边的 你接这边的 因为昨天造了一座桥 在这边 然后打算搞这几个站 不过现在也就算了 对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城市没有改 大部分城市都把它改成一些就是粉丝的名字 本来就是要回录一些粉丝的名字 然后这边 铁路也拉到了这个铁路站 这边新幹線吸引器是就是已经复原了 创意工坊下代什么的那个样子 对 其实很多东西都复原了 这复原的话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花点时间稍微改改 这个很简单的 总共是主要还是 一般来说没有人看的情况下 就很难有动力去做下去 然后的话就是盈利当然还是在盈利的就是 虽然没有缺乏这个改方 但是盈利还是挺可以的 那盈利的原因主要还是 有些线路是真的太乱情了 关键是我也知道这怎么分配怎么去拉 那么创意工坊链接的话 我是会放在剪接里面的 也欢迎大家去下载或者再继续评件找 那这边的话 我们就只能先暂停一波了 反正起屏了 直接就是停了 然后就这样 这期视频就这样 简单介绍已经很短 感谢大家帮看 喜欢我的地图 欢迎大家去下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